早上五点排队,游客堵在黄山进退两难,感慨,觉得自己脑子有病,文旅游军国庆期天假,难得休息,每个人都希望能好好放松下心情,旅游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,但是今天才十月二日,就有游客在黄山进退两难。 黄山发了一条热门微博,他感慨道,这辈子最后会国庆来黄山,十月二日,这名网友晒出黄山景区,入口处排起蛇行长队,网友吐槽,我这辈子做的最后悔的事,就是国庆来黄山。 早上五点就排队,狂等到扒车上山,就等了两个小时,踩锁到又等一小时,然后无论是上山还下山,每走十分钟就要堵上一会,很像春节期间高速公路的堵车现场。 这名网友在给媒体发放的语音中还笑道,真是觉得自己脑子有病,国庆居然来黄山,看到这些人山人海的景区。 没有出游的网友们留言更有意思,网友A,内容引起舒适,看你们读读读几几几,其实在家挺好的网友,B,景区很棒,让屏幕前面的我非常开心网友,C,不应该是长城吗? 怎么会是黄山?一位来自黄山本地的网友留言道,作为一个黄山人,真的不想黄山留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人挤人,甚至说是噩梦。 虽然国庆长假很难得,但出行前,还是得考虑好各方面,不过真心不介意节假日来黄山啊,黄山适合慢慢感受,从证明网友的吐槽中,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庆假期,各地旅游景点的火爆程度,所以旅影军,只,在短季出游,假期就在手机上看朋友们发朋友圈,最后住旅游的朋友们,平安顺利。 没有出游的朋友们,也节日快乐,来源,旅影。